看牙齿是一件很多人都会感到害怕的事情 更别说身心障碍患者了 面对这些器具呢 往往更容易因为恐惧而失控 北区慈济人医会前往伊甸基金会 台北市新龙照顾中心 为助名来清洁牙齿 看看这些牙医师如何拿出红小孩的本领 完成任务 坐着轮椅 排队等着要洗牙 伊甸基金会新龙照顾中心 机械身与安抚身 此起彼落 包括牙医师在内 至少三个人要护育人 比照小朋友看牙来处理 口气不能急 但动作要快 本业是会计的刘脂芳 从磁青时就跟着做一诊 三年来用心学习 如今有牙科助理的专业 也有志工的柔和身段 我看你做之后 看到可以帮助他们把股腔变得更干净 然后会让我一直想要持续做下去 何孟俊也曾在第一线担任牙医师照顾患者 但在2003年中风后又半边行动不便 又有失与症 他退到了第二线 十多年来依旧不缺席 能够做牙科的工作 就是说做牙医师的工作 那我做牙术可以 拿器械或拿手套 然后拿器具 然后再忍耐一下下 集结多方人士有心有力 一同守护身心障碍住民们的健康 戴新闻这三美志工张素玉 陈振显 台北报道